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上去参观 奥地利最高的木塔 如果你不要从上面做电梯下来 你可以滑欧洲最长的滑梯下来 可是米丁库的木塔大约70米高 观景台让你可以360度的中观克恩顿的全景 和威尔特湖的美景 我们现在是在威尔特湖 风景非常的漂亮 我们还有机会坐船去参观这边漂亮的地方 威尔特湖的周边有许多美丽的别墅和酒店 这是一个在名人和妇人中 非常著名的度假区 对于这个湖真正特别的是它的湖水 我们今天跟我们一个朋友 Christoph是当地人 他可以解释给我们听 威尔特湖有什么这么特别 它是一种美丽的河河 在康瑞尔特湖 你能看到地图和美丽的气候 但也想象一下 我们在游泳上游泳上游泳的水 是游泳的水 游泳的水 是游泳的水 哇 水可以想象到 Christoph刚刚解释给我们听 这一边游泳的水呢 可以这样拿出来喝 他就说现在他喝给我们看 我才有胆去喝 然后我试试 我试试 它真的真的确实 好 对不起 我第一次 对 你第一次 不 但我相信你 其实 它真的 很甜 里面好清凉的水 我们现在是在Vert湖旁边 准备去吃中午饭 在一个很特别好的餐厅叫Seeshbits 哇今天的中午饭真的很丰富 你看整个桌子都可以看到这么多好吃的菜 这一个Seppenbauer看起来呢 就像一个酒店这么样 可是你可以想象到里面是什么吗 如果你喜欢老爷车的你就跟我一起来 这儿有一些小秘密 跟我们登上Seppenbauer酒店 你会看到巨大的展览室 陈列在世界上最经典的汽车 我们现在是在宝石街家庭 第二个孩子Gerhard Anton Poche开张的老爷车博物馆 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在Villach Landskorn 阿ffenberg的意思就是猴子山 我们现在一起就去参观153个猴子 我这边新的朋友是叫Jackson猴子 Jackson猴子呢 他喜欢吃苹果 跟我现在会给他这一粒苹果吃 这已经对人类很熟悉 只要你不触碰它们 或者瞪着眼看它们 是非常安全的 如果你想在克恩顿找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住宿 看看在菲尔蒂子的艺术酒店 Art Lodge 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介绍的克恩顿 欢迎你们来 记得看 我们只是成长 我们只是与其他人 在前面 我对鸟子上 有选顿 虚活動